王林从梦驼子储物袋中 获得了他的本命法器毒王顶 虽然在之前的战斗中 梦驼子的毒王顶碎裂成两半 但是王林却对这个宝贝很是满意 因为顶上含有剧毒 所以王林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将毒王顶变化 随后绿色小剑在毒王顶的浸染下 逐渐地融合 形成一个新的法宝 看到小剑铸成 地旁的许立国也是手舞足蹈了起来 他开始拍马屁 又化身凶是本命法宝炼制的宝贝 攻魂住人 这毒剑杀招 原因修饰 哪怕只挨那么一下 难逃一死 在许立国看来 现在的小剑上面含有的剧毒 即便是原因期修饰 也是无法抵挡 王林对于这把宝剑 也是相当的满意 从此 王林也算是多了一个保命的手段 在随后的第三关中 王林再次遇到了梦驼子 此时的梦驼子 身材变得巨大了起来 他手臂长着骨刺 后背弯曲 身上充满了笼包 看起来相当的吓人 当他发现王林后 迅速开始追击王林 王林即便在第三关中 拥有吞魂的能力 但是面对梦驼子的追击 还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因为此时的梦驼子 已经完全地入魔 入魔后的梦驼子 实力更强 追击王林的速度 也变得更快 王林迫不得已 只能祭出自己的绿色小剑 这把小剑周身 布满了毒刺 只要稍微接触 毒液进入身体 即便化神修为 恐怕也会中毒 但是当飞剑冲向梦驼子的时候 他心底一震 看到这把飞剑 梦驼子心中莫名地 升起一种熟悉的感觉 仿佛这把飞剑上 有什么牵挂之物 梦驼子神情恍惚 只是一瞬间地疏忽 飞剑便击中梦驼子的肩膀 随即出现了 金属撞击的声音 王林这把飞剑 虽然速度快 但是却没有击中 梦驼子的要害 只是把梦驼子肩膀 划破了一点点皮 飞剑中蕴含的毒素 将飞剑控制 王林已经快要进入 第三关出口 可是见到自己的飞剑 竟然被梦驼子控制 当时就挥动手印 喷出一口金丹之气 在王林的努力下 飞剑立刻有了感应 虽然梦驼子大手 向着飞剑抓去 但是飞剑上的八根 力次断裂 随即射向梦驼子手掌 梦驼子手掌被力次攻击 他的行动迟缓了一下 当他手接触到 飞剑边缘的时候 巨大的力道 导致飞剑上 出现了一丝裂痕 随后飞剑迅速摆脱 梦驼子的手掌 返回到王林的手中 眼睁睁看着飞剑 离开自己的视线 梦驼子心中郁闷 他随后一滑 一道空间裂缝出现 裂缝中传出一股 强大的神念 梦驼子在神念出现之时 十分恭敬地说道 使者大人 此地有意修饰 距离出口太近 我需要帮助